中心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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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是很喜歡做麵 我本身就會視為中心職業 陳先生都是當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最大的資源不是我的客戶 而是我幫伙伴 我的同事 我的家人 扣我一個明天拉閘 修讀 這裡是一個類似家庭式的店 我要做一個真正正有特色的粉麵廠 我今年五十一 十歲就在商棋這裡 因為我家人都在這裡做 我爸爸 我爺爺 和我 三代 然後繼續 不想麵在空氣中吹乾 到時出來的質量是乾了會碎 所以這麼快 對麵很有興趣 小時候就很有興趣想做師傅 我都學了十幾年 你以前 老師傅教 他不會這麼快讓你上位 不同的麵 由高質素的麵粉 做出高質素的麵 那條麵出來會漂亮些 口感會比較爽些 最難做蝦子麵 你要那個分量 那個水分 要做到剛剛好 打得乾也不行 打得濕也不行 一定要濕度剛剛好 你那大小的 是否自己可以做 是 半斤 一個半斤 工多藝熟 一天都是四五百斤左右 多少個麵餅 就成千個了 好 你們吃才行 哇 今天這球很爽 這球很爽 是 蟲草花 哇 今天拿點私家糊 當然 開年淡光 什麼 姐姐 很爽 這塊 這個 好 你很爽 我全年無休 假期我沒有放假 因為假期放假 我已經很悶 實在是很喜歡做麵 我在店舖12個小時 由今晚7點到7點 是很開心的 不會覺得累 越做越開心 我本身就會視為中心職業 這間商棋是我叔公經營 後期由陳先生來接手之後 都是當我們一家人 平時說的就不會 平時不夠他爭 好厲害 一認真地搶來快要彈雞了 這間店舖的第幾代傳人 如果要介紹的話 我們應該屬於第二代 但是不是屬於直屬呢 就不是的 雙喜創始人老翁生 五幾年開始做這間店 老人家做到92歲 可能子女各方面不想接手 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 我們就接了她的生意來做 老人家有一個要求 沒有換她的招牌 當時經營其實上 頭一兩個月都是沒有錢賺的 我們想法的服裝 只都是開完 因為折留 難免會傷及到 一些伙計的工資 一些福利支出 我曾經有個朋友 我要特色 保持原有這間店舖的面貌 一個前舖後廠的特色 最主要是因為我對老人家的承諾 我不想搞到這間店舖 不倫不倫 我想做一個 真正正有特色的 這間店舖 我相信這間店舖 都沒有五間 全香港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也不怕 我這裡一千尺都沒有 全香港的價值是十幾萬元 一個月租 有時候一些事情就是 你沒有把利益看得太重 那或者會好一點 我們最大的資源 不是我的家務 不是我的財富 不是我的機器 而是我的伙伙 我的同事 我的家人 有些是做了三十多年 貢獻了一生 靠我一個 明天拉閘 修讀 尤其是經過去年一個疫情 整個經濟環的資料 很大的變化 你可以保持下來 是給你一些感恩 首先要感恩 當然是自己一班 很好的同事 這裡是一個類似 家庭式的店舖 只要大家平平安安 開開心心 一幫伙企可以繼續 凝聚在一起 這裡是我對這間店舖 一個最大的座幕 那如果我想入行 要有什麼條件呢 你啊 入行就 哈哈哈哈